麦克尔罗哈纳没有被定罪的消息 也在网上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那么中国和美国的网友 分别对此事是怎么看的呢 有国内网友表示 感觉美国检方的指控确实不当 分明是蓄意破坏文物 结果以蓄意盗窃博物馆罪起诉 罪名不对 怎么判呢 这不光是中国文物 这也在世界遗产目录里 是世界的文物 说到底 还是弄坏的东西 不是自己的不心疼 而美国网友也并不互短 如果这个男的是有意掰断的 这肯定是犯罪行为啊 此案需要重审 罪酒和愚蠢 不应该成为辩护的理由 25岁了 还不知道怎么参观博物馆 这些文物有2000多年历史了 一些评论竟然说 那又怎么样 你爸妈没教过你 用眼睛参观 别用手碰嘛 东西不是你的 就别碰 这让我们以后和其他国家 交换文物更难了 我相信不错了 我真的确认了 不错了 我也不是有个人 所以这种东西我们是要 把我已经正在身体发生了